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季缸如何做 这座等到5.5公斤迫走的路程 是在掂声到手机当中桌子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席自宅炸载发 红镜与点点栏目 从欧志明市出发 乘搭车楼南200多公里 这些订阅中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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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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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些被安装来安装 中文音感谢有 尽管如此,要是要求人家去做才能安心 太陽聯邦帮提高效果吸收激化,专劃委典聯,典會計劃更期待 463家庭,不再因為扇車處在黑暗當中,可以照明,可以托租,不再希望 台新聞,陳氏林丹,陳寶芝和南博多 來協助修理,當我們二十幾個月之間來修理處,重心來採一採 待了幾十年的老建中,陳寶已經破損未蓋得行 只要落後,處理裡面的老水,處處阿君非常困窖 他們的天花板潮濕,而且有塌陷的問題 那在屋頂,在牆壁的旁邊有一個洞 甚至有貓就會跑進來,晚上在那邊見他 阿君是主座照顧好,即將對立空一六年 他的身心往生後開始關懷 在最近幾處方式當中,發現他處的處境嚴重灰塞 主動提出,要替他修身 因為天花板有危及到生命的安全的餘力 那我們評估了之後,就覺得說天花板應該全部把它換掉 那再做一個油漆的粉刷,以及現場的環境的整理 那我們希望帶給我們的安家能有一個舒適又安全的環境 除了幾天平過後,馬上付出行動 找來專家要做洪塞湖,將整個房子大喊 拆掉,怕灰塵,它這個舊方式是以前的灰塵很多 所以我建議還是訂青鋼架,比較好看又安全 政府的補助我沒有辦法,它不符合條件 但是事實上,它真的生活很辛苦 這段時間剛好碰到我們職機的師姐師兄們 大家同心協力,幫他整頓家園 至少可以讓他生活過得比較愉快一點 受限後,幾天各種情結,整理過的家庫中心放下去 從家裡有了幾天的溫度,帶起來特別溫暖 台新聞,張義明,吳正芳,吳雄林,行得報道 發佈大家的關,吳南島主席祭港零賀年 他非常不容易,很久都是太太來報道 這不過很久,太太報道,老公來替他報道 我們這支堡垃圾裡面,有三種細節,都三種 子迪師兄一開嘴介紹,整腿聽不下去 一條龍的製造過程,一倒背如流 我就說他像錄音帶,都不會跳這 有嗎?有嗎?有嗎? 你覺得好厲害喔?有嗎? 七條,這七條喔 我這個,只要一點點經驗啦 你已經弄了十幾次了對不對? 對,我一個月差不多三至四次 機要輪到他們東窟來花博值班 師兄幾乎不缺席 早上八點,下樓大夜班,就過來做技工 因為我今天稍微有點沙啞 但是我還是帶著小麥開始講 講到小麥都講,都沒電了 你還有電? 對,我還有電,小麥沒電,我還有電 來來來來來,喝三好茶 三好茶,來再四杯 歡喜富出的,還有這個林賀年師兄 最近都是太太來泡茶去奉茶 最近太太身體不爽快 由生心來報為 得到那個什麼亞籍性肺炎 比較怕感染到 所以她來了兩次以後,就我來接班 師兄說,只沒人泡茶 不比師姐優雅細膩 後來是真功夫 你用什麼心去奉茶給大家? 那就用感恩心嘛,對不對 師兄用歡喜的心來做這天 跟大家結好緣 大新聞,張麗君明昇紅,大長報道 很多幾天做相機很用心 陳麗雄行動力很高 只要生丹,都會做到緩緩 會來做幾天,最早是因為 她的身心愛生電動 口腔都不好 因為做環保的過程 調整自己的精神 心裡有一個願望 口腔無雙來得吃快 阿嬤感情越來越好 生死在在地上感情 沒多久就離開人世間 那個時候是髮親關懷 一直給她支持 主著大家庭溫暖他的心 越倒立是越高興 說你這種感冒 還要來 就是要做好 善人的好弟子 就是要有使命感 跟那個責任心 陳麗雄哄下鼻胸 迎向陽光 親像環保佔的命一樣 人心有捨才有得 用地位來驚活得 帶新聞精神密集到 黃韻佩 方家慧 台東報道 中國海南的沖海市 有些家庭住戶 半月三點都會去做飛行 當地培法市場 有十幾個大型的粉塑胸 每天都是爭媽媽 現在減酒一半 粉塑料明顯減酒 比我市場的模型 從天這樣就開始 如果有風風的膏油當中 在後買不成風 還會有一群附著旁邊的 環境衛生工人 將火修廚完動作補的旨著旨 我們都會留在牠 我們都放在那裡 等於把牠自己來收 天降之後 這棺潑潑潑潑 還要在賣力分類 這個日式的潑潑店 在蚵仔航農裡面 旨港做分類 拿來付出一些 還要先用卡司 這個可以洗那個魚袋子 洗那個海鮮 裝海面的那些袋子 天冷的時候就有一些瓶子 可能就沒有那麼快融化 我們就先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等它融化 先去做其他的分類 等做完了之後呢 這邊能化的呢 我們就開始放水 就準備洗 就像這天所說的 牛肌的水 他們一點點就沒浪費 拿來洗垃圾的 塑膠底和冠袋 我們的堅持啊 這些如果沒有人來做 那這些東西不是 既浪費 這些又沒有得到利用 就是有點瑕疵 既港的修學 不然你要過來做環保上頭 他們還要將菜商 彈出來一點點 稍微比較不好的菜 賣出去 要請大家做回來行鮮 我們那個賣的菜菜 拿錢也不是放我們口袋 拿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謝謝你 不用謝謝 我們用的是一個公共的空間 所以說一定要保持這個 公共空間的整潔 本來我們做環保嘛 也是希望環境更好 那我們就在這個做的過程中 也要不離初衷 住這份堅持 慶海市的這份環保市跟說 這份對大地的愛 還會一直伺服下去 台新聞段彥琴 黃妮 海人報道 今天週末 在華人發現一隻 靠大海洋 是來進行危保的清理 請出到塑膠地 還有塑膠皮 還有一些蜥蜥 也發現這隻海洋 其實已經有一個小孩了 不過現在令人非常危險 看海部室來幫大家 要來錄影 感謝塑膠地 華人李烏西的煙花 發現一隻部位科室繪金 它有565公分等 外表有過來為 打磨砂加到的空氣 最近請你 為發現塑膠地 麻布塑膠 火山也有定的塑膠 頂上 讓人想危險 不是它的天來 有一隻等165公分的台里 包括它的內臟 包括它的心臟 全部都在 鯨屯協會那邊 統一在匯整 胃裡面發現的一些垃圾 那會不會是造成主要的原因 現在都還在觀察當中 這種的狀況 在國際間是越來越多 參加海裡的海洋 也是發現科室匯金 圍裡面有40公斤的塑膠 本塑 因為有相不在生存 大大受到危險 呼籲大家可以減縮 從自身做起 然後保護術 也會積極地渡到港部的單位 來針對這些漁民 或者是商船 出船的時候 不要隨意地把垃圾 就會丟到海裡面去 檢照塑膠 對你我開始做起 為了台海未來 就要趕緊行動 造成海洋生物 後是塑膠 造成希望 台新聞花蓮綜合報道 我們關心天氣變化 今天加上差不多 幾分好天 在中島過山區分量比較多 而且有局募準 在氣溫方面 高溫大概一九到三十幾度 是舒適溫暖 另外風向是轉為西南風 早上四半部的方式來檢測 在這個高屏分到南 康山條件比較好 空氣品質會來好轉 另外中部 空氣品質窟是感受的鐵刺 方部 特別空氣品質窟是在下方處 空氣品質容易堆積 是紅色經濕 車在出國會記得帶水安 來看看我家的一切 高雄主席高山區 一零半一個可能八十二歲 入入村也說 今年外景 十五年 帶他來加一零半 原本都要一直加水 不過現在他還會三位辦長 來這個性地也改變很多 同時來找到這四名的重心 十五年 在台主入村 今年都五十歲假日 我這次打三十二歲而已 一二年一二年五年五年 八十二歲一入村是高雄主席 高山二林班 高山米蔡寶貴的講師 不過一年多情 做小姐行李替那位 第一是家裡我們中的電視樓人 都過電視 過電視 睡電視 來這裡 補運動 那些活動 頭部比較不怕 以前我在家裡 就是看各大電視台的新聞 然後一邊看一邊罵 然後現在回去啊 他就會一直跟我們分享 哇 今天在藝能班做什麼 為特亞做學完變形 首席講師 葉如春阿公也開始 導致做起了很多幾天 不形中改掉了 伊翁的 歹皮去 把我叫 叫什麼話我會去 出來 正式的比較好 改變了性地有比較好 對 性地有比較好 沒有我性地很不好 這個爸爸呢 以前的話呢 在隔壁鄰居 只要一點聲響 他就很生氣 會去罵人家 可是經過幾次之後 發現他每次都來 幫我搬桌子椅子 所以每次在我最沒有人的時候 他就是最大的動力 葉如春阿公在主席 伊林班中 穿著人心全身的隔壇 做小姐也希望他見識悲憤 變成真真正的主席人 台新聞學員 黃玉霞 林輝煌 高雄報道 大拿主席便宜 涉地震動心 和身經內科的主席 曹文隆 登記來導集到 靈體障礙情的研究 為便宜又行進社區 又到高雄專求 順向特殊會來討論 感受關懷 如何跟民眾分享 讓這記憶力提供 對該到高雄進書等 大拿主席便宜 市聚證中心的主任 特別分享 若是老了 要怎樣面對 其實我們人老了 就應該要合起 人情看待老人的問題 本身已經超過70歲的 超爸超文隆 提出自己的經驗 也用行動來說明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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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左 我們這一代 將近六七十歲 在照顧老人家的時候 要想到 我們將來老的時候 試著說我們要怎麼過生活 學習的家保不可以因為年會多停了 常務的社區增加互動 面對變老不可以當台 84歲的李阿嬤來聽分享 自己也真有感想 學生意我說好 你怎麼會想說要學生意 我本來就要學生意 因為我很愛學生意 但是記不起來 要記也要學 可以試試看 都去做 老大人要重新起來 年輕一輩 在旁邊逗三天 在不讀書 未來還是輸啊 那今生在不讀書 來生還是輸啊 所以說我就覺得說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觀念給自己 然後也希望帶著這樣 一群的阿嬤 能夠來好好的讀書 把自己的經驗 照顧的經驗告訴大眾 讓大眾也慢慢帶動風潮 一起來關懷這一塊 關懷現在的老人 也就同時關懷了我們將來的自己 快樂變老 老家有尊嚴 對現在開始學生 怎麼都不會想到 台新聞主任小紅書 各鄉報道 幾年以來 親近到新的 199 鄉時之間 彭瑞芬 昂塞 帶著貴心 非常地悲傷 不過在一般的方式共造 意外開始豐富的真心 也真是告訴來協助 台球場最美的勝負 以後八點就要來報出 以為可以避免解僱的旨愛 吸引了一家的議員 李翁星 中处彭瑞芬 就要貌 負責 搭起了一個家 但美傷的情緒一緣 一直對著他 一直到天氣志願成話 這麼漸漸聽不下去 每一個生命的故事 所有的人的那份的同理心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自己也是單親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人生 也不是說這麼圓滿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我可以因為踏入了慈激 然後我可以進而出去付出關心別人 其實你也許你覺得是人生的谷底 但是其實你經歷了你做過志工 其實你會看到其他 可能比你還要辛苦的人生風景 他為我們家盡心 以時他登開後方式感受 一腳踏入後 很多人進入的心得尖叫鄉 當然一開始也沒有所想的那年順利 這家住宏鼓掌 也不斷放棄想要關懷在地 浴世里董的心意 如今人生的故事比打成大的局長 並找來 曾經歷了家到國外做志工的李佳玉 但人不愈多 這社會真的有非常多需要關懷的人 可能我們不知道 然後可能是我們身邊的人 那我覺得像瑞芬師姐他們那樣子的 就是做訪事的團隊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有耐心 然後真的花費了很多的心血在大家身上 我們藉由這些人的生活 然後去審視我們自己每個人 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些環節 或者說帶給自己的一些衝擊這樣 果然是這樣 怎麼樣 我一直擔心 人生是一場長度的路程 沒聽到沒有人可以背叛你到最後 但只要可以包含每一家的項目 就能明瞭生命中的每一件事 每一個人都是人生中最美麗的項目 台新聞雷亞科信志 台北報導 我幫你做早餐 好好好 今天起來沒什麼精神 不然做運動實在行 一個兩個三個 現場來一段單腳的伏地挺身 為了讓觀眾更加了解新戲 最美的相遇 現場也來演看看 也想變成四季的中間 讓戲中的南路主角自由發揮 大家會靠一下 專心該辦 邀請祖親英丸 譚耐珍做主持 作為陪來賓 林鄉發揮 另外為了讓觀眾更加貼近戲劇 節目的現場也擺了局長的經典合作 就親像是進入故事當中 在我們的場景的設計部分 我們就也是用戲劇的元素去設計 比方說就把場景設計成一個 類似劇場的空間 然後裡面也會做一些戲劇裡面的 一些道具 服裝的陳設等等 嚴美可愛的小育兒 李嘉宇 你好 走出傳統的走斷風險 透過驚動式的表演活動 將風彈比了更加外面猝鼻 也能在戲劇來看英文不一樣的表現 帶來新聞 范秀儀 徐英豪 台北部的 以上就是今天在戲新聞 正式跟告主播佩玲 你好 我是李佩玲 歡迎您加入這一節的國語新聞 台鐵清明廉價日本的時段的車票 一開放就全數賣光了 有不少的民眾搶不到車票 只能等22號再重新釋出車票了 或者是乾脆改搭高鐵返箱 台鐵表示這幾天還是會觀察一下 民眾的購票情況 如果需求量大 不排除 加開半次 明天然後台北到高雄的自強號 我從早上5點到晚上11點 結果都沒有 只是想買一張清明返箱的車票 吳小姐在電腦前坐了幾個小時 畫面刷新好幾次 根本是一票難求 我希望是4月10號當天早上 或是一直到中午之前 我就可以坐到車 但是現在就是都沒有票了 今年清明廉價 台鐵從4月3號到8號 全線加開252班列車 20號凌晨開放訂票 一分鐘就賣出了將近13萬張 瞬間訂票量比起去年多了1萬多張 我們的資訊部門都會針對 系統的使用運行狀況 以及民眾訂票的狀況 我們會適時的去調整 我們的訂票的網路頻寬 讓民眾更順利的 可以進到我們的訂票系統 去完成訂票的作業 台鐵調整網路頻寬 讓民眾不用網路塞車 購票更方便 連假前兩天 從台北到花東以及高雄 甚至是收假前一天的熱門時段 全數賣光光 有不少網友抱怨想回家好難 找了四個人一起訂還搶不到 只說有很多都是城市搶票 最後乾脆願命坐高鐵 今年不一定會搭火車 不一定會搭火車 對 因為高鐵比較快 沒有連假也是很難買 就只要weekend就很難買了 台鐵還是會密集的去觀察 民眾這幾天的訂票以及取票的狀況 那如果有需要台鐵不排除 也會進行加開搬吃的 提醒民眾訂票後兩天內 一定要記得取票 買不到票的民眾 只能等到22號台鐵 重新釋出車票 碰碰引氣 大約新聞 呂思軒 鄧宇宙台北報導 醫藥焦點關心 阿斯匹林這一項百年的老藥 過往是少量 醫學上面說是可以預防心臟病 中風還有其他的心血管疾病 不過現在美國的醫界 提出了警告 其實對於健康的人來說 如果每天服用的話 可能會增加胃出血的風險 這三種都是屬於阿斯匹林類 它都有同樣的特性 都做成長龍錠 長龍錠就是說它在小腸才崩散 對胃的損傷比較少 可是長期吃的話 它對胃黏膜還是會有影響 能夠陣痛解熱預防血栓的阿斯匹林 在臨床上運用廣泛 過去曾有醫界甚至提倡 每天服用100毫克低劑量的阿斯匹林 可以有效的預防心血管疾病 但其實每天服用 有可能造成胃出血的風險 它是抗血絞板的藥物 所以代表意思是說 身體裡面 本來正常應該需要血絞板的地方 包括我們的皮膚如果破損 如果有出血 或者是說我們的胃黏膜有破損 如果會出血的情況之下 利用在服用阿斯匹林 或是在服用寶酸痛相關的 所謂的抗血絞板藥物的話 它會讓這個血絞板的功能上市 當然對於有心血管疾病 或是血管硬化和狹窄 超過50%的患者 服用後能降低死亡率 但沒有心臟病或中風病史的成人來說 反而是增加了其他隱性的出血風險 比較建議說已經有發生過這種中風 或心肌梗塞病史的人在使用 那它屬於藥品 所以說它在我們的治療不能當成一個保健食品來使用 這個是一個重點 比起服用藥物 經常運動多吃蔬菜水果才是預防心血管疾病的上策 千萬別再把藥品當成保健食品 免得傷身又上核爆 大家新聞雷亞科興志台北報導 另外看到的是憂鬱症用藥百優解 它在台灣使用了近40年 而近期廠商宣布因為原物料上漲成本的考量 4月份就要退出台灣的市場 現在連抗生素泰寧注射液也要跟進 健保砍藥價的議題 這一兩波是再度的浮上檯面 憂鬱症老藥百優解4月退出台灣 民眾擔心使用幾十年的原廠藥 一下子突然藥更換實在不習慣 百優解主要成分是福西丁 截至到目前為止 台灣一共有兩張原廠藥症 分別來自印度和義大利 藥品則有16張 當中有14張都是國產藥廠 但很多民眾質疑 學民藥因為不需研發成本價格低 品質可能會受到影響 國產藥品的種類很多 除了價格的因素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效果是一樣的 如果效果不一樣的話 再便宜他們也不會用 原物料上漲健保又砍價 不少原廠藥因為成本考量陸續退場 現在連預防感染的抗生素 泰寧注射液也宣布要退出台灣市場 這看在臨床醫師眼裡著實令人擔憂 原廠台廠原則上因為成分一樣 照理說效果一樣 可是事實上不見得 你要想一個藥的主成分一樣 可是它有很多副成分 它不可能完全模仿 如果真的原開發廠認為 成本不符要退出 我覺得以目前的狀況 我們一點都不擔心 我相信我們國產藥 藥品能夠接得上去 公會喊話健保每年寒假 不論對原廠藥或是懸民藥 都是很大的傷害 就怕哪天原廠藥不進入台灣 國產藥也撐不下去 台灣恐怕會面臨缺藥危機 大愛新聞 李思軒等影中台北報導 台灣孤兒院系列專題 今天帶您來回顧孤兒院的歷史 其實台灣的孤兒院 早在清朝時代就有了 當時重男輕女的觀念 迷信再加上生活貧困 漸漸的有了許多的氣因 北部最早的官社育幼院遺址 就是現在的萬華人際醫院 而在西元1950年 就成立的家福基金會 跟中藝育幼院 這兩間都是超過一甲子的老字號 顯示台灣人的愛心 永遠不落人口 我身後這塊杯叫做淡北育嬰糖 這塊默默立在萬華人際醫院 大門旁的石碑 見證台灣北部最早育幼院的歷史 華人社會裡面強調重男輕女 比較沒錢的 但是他又不想犧牲女兒 他可能上口人家做媳婦 第三種是很普遍 你看一百多年前 大概家裡他只需要男生 女生沒有 送給別人別人也不要 他只好帶到淡水而案 給他堵得細 1870年同志九年 淡水同志陳培貴號召當地 士生捐助設立淡北育嬰糖 是北部最早官社育幼院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合併了北部一些社福和安養單位 成了人際堂 是現今人際醫院的前身 國民政府年代因戰亂 各地育幼院裡的已不全是其因 而是失戶的孤兒居多 博二十七年 盧溝橋事變 那時候有一位美國的基督徒 他就是發現在斷眼殘壁當中 有一個媽媽已經過世了 可是她懷中有一個嬰兒 那個嬰兒仍然有氣息 所以她就把那個嬰兒帶回家養 那就後來就越養越多 那她就回到美國 然後去募款 就成立一個叫中國兒童基金會 1950年中國兒童基金會 也是台灣家福基金會的前身 開始在台灣成立家庭式育幼院 也是台灣第一個 推廣家庭式濟養的社福機構 育幼院的孩子 大概會是幾種情況 就是說棄嬰 或者是孩子本身有缺陷 然後就被這個親人 媽媽丟在育幼院的門口 或者是醫院 醫院的某一個地方 然後孩子就被送到育嬰所來 這幾年的育幼院就不一樣 她有這個家暴 或者是受孽的孩子 或者是單親家庭 好 然後穿衣服 我們去戴貓哥哥 還有騎鴨鴨喔 好 來 1 2 3 媽媽 來 我們收玩具 郭沛如是家福基金會的寄養媽媽 這是她的第11個孩子 我們要出去玩玩喔 去帶貓哥哥回來喔 生完老二後 開始帶寄養童 從2005年開始 直到現在 就跟是買種子一樣 對啊 種子到最後你這樣灌溉 終於一天她會發芽這樣子 估計台灣每年 有2000到2500位 需要寄養的孩子 佔了全國七成寄養服務的 家福基金會 發現寄養家庭數 正在逐年下降 2018年目前到11月份 1到11月 其實我們是呈現打平而已 但是在前一個年度 我們只有70個寄養家庭新增 但是有79個寄養家庭是退出的 2017年是我們第一次負成長的 台灣的出養 目前只能由政府立案許可的 收出養美核服務團體來辦理 生活由養父母負責 政府不再補助 一些特殊狀況的孩子更難出養 這是一個生命 這是她的一生 如果說能夠讓 已經很倒楣 已經第一次不幸的遭遇 就生在一個不對的家庭 那讓她能夠有第二次的機會 好好平安健康的長大 我覺得這多麼有意義的事情 每個年代不幸的 都會有無家可歸的孩子 孩子背後的故事都不一樣 但對於家的渴望 卻是不變的 政策還有進步的空間 但民眾對於收養概念的改觀 也會讓這些等家的孩子 更快找到屬於他們的新家 國際焦點 義大利米蘭發生了一起校車綁架驚魂祭 司機縱火燒車 還好警方是及時救出了車上51名的學童 奇蹟似的全都逃了出來 遭到縱火的校車被大火燒到 只剩下股價了 這是週三 米蘭一所學校的校車司機 攜持了車上的學生為人質 波汽油縱火燒車 幸好有一名學生是機靈打電話來報警 警方趕到後打破了車窗救人 車上51名的學童跟三位大人都及時逃下車 而根據當地報導 犯案司機的這個動機呢 是因為想要抗議移民 他們溺斃在地中海的殘局 來看這一間被國家地理雜誌 譽為全球最美書店的這一間店 它呢是位在阿根廷的首都 布宜諾斯艾利斯 書店裡面呢 擁有了20萬冊的藏書 再加上典雅的劇院建築風格 因此這家店又被稱為 書的博物館 站上手扶梯 巨型的圓頂天花板 慢慢在眼前展開 這間雅典人書店 一百年前落成時 原本是華麗的音樂廳 場地可容納1050位觀眾 後來一度改裝成為電影院 今年則被國家地理雜誌 譽為全球最美書店 舞台上的布曼還保留著當時原貌 劇院包廂也保留成為文青閱讀的舒適空間 不過事實上阿根廷在2000年爆發金融風暴時 這棟大樓深陷債務危機 一度面臨拆除命運 這是一個很完整的 歷史的文化 文化文化文化 今天 由於文化文化 多虧連鎖書店的老闆 出手神救援 還將劇場建築裡裡外外 重新整修的煥然一新 為首都布宜諾斯愛麗絲 保留下這一處 城市的美麗風景 劇院書店內 還打造了童書專區 讓小書迷 也有屬於自己 能專心閱讀的小角落 我們在網上讀了這個文化 原來它是一家庭 而它變成了文化 我們的導師說 這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 所以我喜歡書 在每個城市 我們都嘗試去書店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完美的地方 可以來 躺在二手書上睡得好熟 就愛書本這種舊舊的味道 引發書迷熱烈討論的 還有美國佛州戴維鎮 二手書店的這隻鎮店之貓 我們嘗試做一個經驗 有些東西在逛逛 找到藥物的藥物 我們希望人們 只會去網路 然後來看看 雖然這家書店 還是不敵亞馬遜等線上書店 最後在2017年 吹了席燈號 蓋子筆現在在家的日常生活 在網路上還是成為粉絲 每天追隨的對象 帶來新聞回家編譯 我叫孔憲林 北京人 孔子後裔第72代子孫 我吃素六年半了 我是因緣是因為我學了傳統文化 打了佛七 就一下子吃素了 在吃素的這六年多 六年的過程當中 我臉上原來都是斑的 我通過吃素 改變了我的身體的狀態 我的身心得到改善 我的心變得柔軟了 不愛給別人吵架 以前特別愛跟人吵架 遇見不順心的事就跟人大鬧一場 但是吃了素 讓我變得慈悲包容了 看到了我跟我的同學 同齡人之間 我比他們年輕 我比他們快樂 這是他們真的認識到了 說你看看 你怎麼老得這麼慢 我是我吃素 吃素讓你三高沒有了 讓你血湯不高了 這是我吃素的好處 給我身心帶來很大的愉悅 禁思成語中 正宴上人講述法華經 法師功德品 上人提到了 心就像一盆靜靜的水 一些泥沙土粒丟下去 整個水就凍了 如果能夠去除複雜的人事戶 心靜清靜的話 心靜一開 就不會有煩惱不明 擾亂內心 心靜像一盆靜靜的水 一個頭三粒 這樣彈下去 整個水就噴震 到這樣一樣 我們在那裡 心靜開大 死死呢 抱著感恩啊 我的事情可以生中 是你的力量來幫忙 我如果沒有這種力量 我沒有辦法去幫忙 台灣的朋友 保留家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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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小便 各位之前的 就是 那時候11月1號到7號 煮花棒的豆種 誰都吃了這個麗豆 不可以來緬甸裡吃了 所以還是需要來 只要需要 我們一定會再來 agric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也期待不是很大 今年这边寿宅面积是很大 现在看起来是绿油油的 但是不一定是这些都收成都会好 应该这一次过后来讲 这个产品也是可以增加 农业部给的这四种的栽种法 他们农业部也会协助 那个山丁师兄的农村 去做一个做示范农田 这三个国家会合 去为四五万后 解割他们的困难 这是公典无量 心里大家会合作来 比处感恩哦 感恩有利有意 这一天又有我来完成了 将近五万后 五万后就几万人 这些人未来的生活 安穩安中 这样比处感恩 尿 Ranun 曜 FM 也悦气众万 我不过非哈 took what 这是грlobe的 就是王杏瓦的 我可以说岁川的 可萍 rivers 台湾上边的人 不愿 corn 不愿多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個清清清的角色 就開花越大海 越天空 越變多了 心涼一開啦 就是這樣轉開啦 所以鐵這個角鐵的鐵就現了現出來 發生這個國家其實比馬來西亞落後更多 就像回到40年前馬來西亞 我們在馬來西亞是很幸運的那一群 所以應該付出了更多 來幫這個國家的人民 人就無憾靈的公靈 涼靈 一個人的公靈 涼靈 悠閒 就是要這麼多人的公靈 為何會合起來 發揮涼靈 完成起來 用這個書來給大家編入 那個畫 畫 就是這樣 本性 入來總是我們的本性 無言代主 同體代理 加拿大慈激烈志文聯絡點 舉辦了行春祝福會 收到了福會紅包的志工 跟民眾相當的喜悅 彼此的勉勵繼續歡喜志工行 祝福2019年祥和平安的福會紅包 領受在手 永遠不嫌晚 在這邊 積極在一起 這個也是一種殊勝的英言 慈激烈志文聯絡點 邀請志工和社區民眾相聚 回顧大藏經 見證行善最樂 不論是慈善 教育 醫療或人文 彼此鼓勵 把愛和關懷 在往後例行活動當中繼續傳送 大愛新聞支持美之工徐雲泉 陳紹穗 林祖泉 加拿大報導 至於美國高昂的醫療費用 讓低收弱勢族群陷入了更深的經濟困境 有多數的人就會選擇犧牲醫療 特別是眼科 慈激就在加州的洛杉磯 提供了免費的艷光跟配進服務 開啟了他們新的未來 日則生學服務 新的賓 奢侈 我就是在这里 我认为这种人的 这种人的东西 他们把他们的 中间的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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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希望 它能够 一、五、九 那是 那是 我们可以做 那是 不过来 这就是 一个小细车 这就是 這就是我告訴你,我使用了一首《Madonna》的影片 這就是她的一首歌曲 我跟她說,我帶了這首歌曲 她喜歡這首歌曲因為它是小的 在過去幾個年來,它是很難的 工作中間工作, 事件事發生, 我住在我的車子一段時間 是因為人們的傾向 我解決一些這些問題 我可以看到因為我有眼睛 所以,Marcus是另一位男人 我們認為他是特別的 即使他在家裡,他不可以告訴我 所以當他拿眼睛,他很開心 他說現在你能看到,你能夠保持安全 他說,不只是我 很多人可以得到保安的 他在乘搭,因为他现在可以看到 他们查一下我的眼睛 所以我期待他们 去露着眼睛 我查一下我去车 我车车车的车车 谁不知道我玩的 我只是说谢谢 我不是很好的学生 我真的是很像较劳 但我一直在讨厌, 但我一直在讨厌, 我一直在讨厌, 我一直在讨厌, 我联系了一件事, 因为它是我的宝宝。 我讨厌, 所以我的眼睛是不好的, 所以在最后一半年, 我曾经没有他们, 在我需要的交流。 所以我讨厌, 我讨厌的爱情是最后的, 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 我讨厌的爱情能力, 我讨厌, 那是将而在此生活中的 dominance。 是不只是把这生命的。 因为但如果是一类质, 你需要一根的项目。 所以免责是一本一本的崩同的幸福, 。 juntos提供人家的一语言的人。 那儿,我讨厌, 是未来的。 而這樣的配鏡服務 也造福了一名詩人理查德 曾經也有過幸福的家庭 不過後來加到中落 連配眼鏡的錢都沒有 身為作家的他 沒有眼鏡等於無法工作 自己帶眼科醫療車 就送給了他一副合適的眼鏡 是消失的 叫它變 然後你當作為何它會做 作為更加工序 和保持更多的工序 因為人們都在看著 和看著什麼他們想要更多 這 lie是藉著的心裡 不知不知道他們在搜尋 在這兩年中 我寫了四部的書籍 第一首我會出售 是叫做 《I'm Not Homeless, I'm Domestically Challenged》 I six a C3 title so I knew PC title, don't call me homeless, I'm domestically challenged the first day I was here I wrote a poet called I see a ceiling I realized it was the first time I'd slept under a ceiling in four years With Richard we met him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Hospital when we met him, he doesn't have glasses for at least two years too and I know his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you know, he was Shaolin master and he had a family he had all his life good things going for him and then something just went wrong and then, you know, now he end up in the streets and shalit yashifa shan shan long kong fu is just part of his world. As being a martial artist, he's also an artist. He inspires me greatly in that way and I just happened to hear someone talking about tzuchi and I said, hey, how do I sign up for that? You know, I need glasses now and I wish I didn't and I'm a writer and I've actually got something as prescription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dollar store and trying a bunch of them and see which one works best and they're cheap, you know, I've actually got some really nice glasses and I can professionally know, I write my poetry, write my books, so for me, without these, I would, well, I couldn't functio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is is all a big transition for me to be able to get back to what is to me a normal life. I'm just going to work with you. 20世纪最畅销的玩偶 就数卖出超过11个的 芭比娃娃了 它的造型摆变 早期每个售价3美元 如今走过一夹子 现在史上最贵的芭比 身价高达有30.25万美元 新闻最后 就带您来看它的历史 也感谢收看 祝福您回家 比较健康 再会